HELLO 大家好我是起聪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呢就是呢 现在沙巴那边正在闹着变天啊 大家都知道啦 不过差不多要落寞了 然后呢 安华本身呢也已经飞过去沙巴 要做一个和事佬 就是要尽量的摆平这一次沙巴的变天 最好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了 OK 在这个沙巴变天事件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呢 如果是有追我视频的朋友呢 你们应该记得 在那个时候呢 我有做出了两个分析 第一个分析就是呢 我说安华一定会出手挺这个Haziz 结果是真的 他会出手挺这个Haziz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呢 那时候我跟大家分析呢 我认为Haziz到最后呢 应该是可以有惊无险的度过这一关 现在看起来 牌面上Haziz 应该也是已经过关了啦 所以基本上我这两个分析 应该是没有出错啦 OK 我先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之前会做出这两个分析呢 第一个就是呢 我知道安华一定会出手帮这个Haziz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Haziz呢 他是GLX的头 就是沙巴人民阵线的头 在当初安华座首相的时候呢 这个Haziz的GLX提供了六个议席 他也是一个古董啊 不要看晓他咯 OK 然后呢 现在呢 安华呢 他所领导的是一个团结政府 而不是一个西蒙政府 大家都知道当初呢 这个西蒙自己本身呢 是没有办法单独执政的 他必须要依靠所有的政党结合 他才可以执政 其中一个帮他的政党就是这个GLX6C 所以站在安华的立场呢 他当然不希望这个GLX啊 会给人家消灭掉 他当然要帮这个GLX 可是讲到这里啊 大家可能又会想讲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现在啊 跟着GLX畅反调啊 要推翻这GLX啊 有两个政党 就是明星党跟这个沙巴的国阵 这两个也是安华的股东啊 为什么安华呢 就这么偏袒这GLX 这两个就不看呢 其实也是有的解释的 首先呢 你不要忘记 我们是有反跳槽法的 我们有这个反跳槽法呢 基本上呢 国阵的沙巴议员呢 就不用担心他会造反 因为呢 这个沙巴的国阵议员呢 是国会议员 他必须要听这个阿曼扎黑的话 所以只要阿曼扎黑不反的话呢 这个沙巴的武童议员呢 是不可能反的 所以安华就不需要太过担心 这个沙巴的武童议员 然后第二个 就是这个沙菲一 沙菲一的明星党 对 其实呢 安华是必须要担心他会不会造反的 如果真的是不小心得罪这个沙菲一的话 沙菲一这三席是可能会脱离这个联合政府 但是你要比一下 GIS上面有六个国会议员 这个明星党这边有三个 谁大谁嚼 虽然差不多啦 但是我告诉你 站在安华的立场呢 安华他现在的角色就好像什么 他就好像是一个大家长 一个家庭里面的妈妈 然后呢 他下面有几个孩子几兄弟正在打架打死一个 他这个做妈妈的角色呢 他现在呢 就要把所有的孩子拉开来 不要打架不要打架做何事了 你认为了 他可能会出手教训任何一个孩子吗 每一个孩子都是他的心头肉 他不可能呢 撒羊这一个跟打那一个的吗 不可能的 所以站在安华的立场呢 最好的是呢 你们全部不要闹 到最后呢 握手言和是最好的 但是呢 小孩子呢 现在打的火热 哪里很分开 所以呢 现在他们呢 还在那边打到半死咯 据说呢 安华去劝和也劝不定咯 现在好像还在打着 但是安华呢 有提出一个方案呢 就是呢 在沙巴成立一个类似中央这样的团结政府 然后听说 这个国政可民兴党呢 也初步的接受了这个建议 但是具体的方案是怎样 还不知道 ok 好这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ok 所以我讲完了 为什么这个安华呢 会出手挺这个哈姿姿 原因就在这里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 ok 就是现在在这个GLS 国政 还有这个民兴党 三个里面选一个的话 当然是要先保这个GLS 巫统可以暂时不用担心他 民兴党如果真的被逼要损失掉的话 也没有办法 但是呢 最好是不要损失 不要忘记哦 安华现在的目标不只是112C之政报 他还要保住140C 让他可以修改宪法 从华选取以后 ok 所以民兴党这边他也必须要照顾好来 所以这个安华呢 才会建议这个沙巴的团结政府啊 到时候皆大欢喜 所以我孩子呢都不要打架 大家都嘻嘻哈哈一起过年 ok 现在我讲第二个东西就是呢 我当初有跟大家分析了 这个孩子是应该是会胜 因为formula很简单的嘛 啊 沙巴只有79个周一元 哈之姿手上有30个周一元 然后呢这个西蒙有7个 加起来都已经37个了 啊 他的门槛真的是太低了 他只需要再找多3个周一元支持这个哈之姿呢 哈之姿就可以过关了 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 巫童啊 那边呢17个周一元呢 有很多个是依然支持哈之姿的 最少有7个8个啊 不用多3个就够了 啊 我不需要太多的巫童的一元支持这个哈之姿 只需要有3个就够了 就过关了 所以怎样算呢 哈之姿是一定过关的 啊 ok 所以现在这两件事情呢 都已经成正了 ok 接下来呢 这个沙巴的问题呢 会怎样收场呢 啊 我相信呢到最后呢 就会以安华的建议来落幕咯 就是他说的团结政府 啊 现在其实呢 也是要为了找一个下台阶 给这个巴摩大 还有这个沙菲伊 也就是沙巴的国阵 还有这个兵型党 必须要给他们一个下台阶 为什么 因为呢 之前他们发动这个变天 但是失败了 啊 现在呢 他们失败了是有点丢脸啊 也很尴尬啦 啊 必须要为他们建立一个下台阶 也让他们呢 很体便的 可以走下这个台阶 啊 然后呢 就 华丽的转身 啊 就说 啊 现在不是我们正面失败 现在是我们接受了这个大团结方案之类的 我们加入了团结政府 哇 又一个华丽的转身 啊 好像 当初没有啊 尴尬的失败那种东西 没有啊 ok 好 so 应该啦 到最后也会这样啦 因为呢 现在在排面上啊 他只是都赢了嘛 啊 明星党 跟这个国阵啊 再闹下去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啦 啊 最怕的是呢 如果影响了沙巴内部的和气的话呢 然后呢 影响了整个东马 啊 的这个政治平衡 啊 结果 如果让国盟有机可乘的话 这样就不好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呢 这个安华的政权呢 他非常依靠 两股势力 一股就是国政 还有一股就是东马 这两边呢 任何一边 出问题的话呢 韩话的政权的平衡呢 就很可能会被打破 然后国盟呢 就会有机可乘 啊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时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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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